中共军机军舰持续骚扰台湾 27号到28号内 甚至有部分共机跑到距离基隆约37海里处 极度逼近台湾的24海里临街区 与此同时 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表示 中共正在透过温水煮青蛙的策略 来加强侵略的行为 阿基里诺28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强调 印太地区的所有国家必须不断地去指出 中共不遵守国际法的恶劣行径 他也举出包括共机飞越台海中线 以及中共海警在金门马祖的强硬姿态 这些都是中共在施压 而且范围和规模在不断地扩大 速度也没有放慢 接下来中共只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中华民国退辅会主委冯士宽 也对于中共近年来的军事威慑发表看法 也威慑够了吧 那么多年了 也会疲倦的吧 所以我在想应该从政治层面来考量 冯士宽认为 中共现在军事动作不断 不光只是针对台湾 也同样威胁日本和美国 在整个国际局势下 他不相信中共只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剑林家伟李毅宏 台湾台北报道